字幕制定人 reasonable 字幕制想 owners 大家好clvLけ 萬国表IWC的扑七 的NEW Canada年曆 先不说功能 它這個表面的白色我自己就算是挺喜歡的 為什麼呢? 它算是米白色,Off-White 就暖身一點點 如果跟這隻寶帕純白色拍起來 那是真的有些分別 一隻就冷一點 那這隻呢,米白嘛 就暖身一點,整個感覺是柔和的 它的功能就是在 Bass的基礎就是在蒲7出來的 它這隻功能,連力錶基本上是蒲7的基深 但是在後面再加多三個功能 如果純粹蒲7,根本就沒有這個線型的三個功能 就純粹是一個動力儲存和一個細秒針 還有走兩支針,即是四支 就是一個蒲7的基深 所以你看到,蒲7的Annual Canada 是比較厚一點的 比蒲7是比較厚一點的 加了三個功能,主要是這三個 星期、日曆 以及月份 星期、日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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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所以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奧美加那種 只有兩個槍 這個呢 它是有三個槍的 複雜一點 多了一個功能 後面的基深也是跟蒲7一樣的 那這個Peleton System 是很漂亮的 這個陶瓷的做法 基深跟蒲7基本上是一樣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麽卡道遊司是有的 一個由陶瓷做的黑色的 黑色陶瓷做的Rretched View 它叫做Peleton Winding System 是IWC的招牌賽 也是露了出來給你看的 那這個 那是它的其中一個特色 那7天的動力呢 那這個法條股應該要很長 那所以呢 兩個平排在這裡 看到給你看的 那整隻錶的設計 那就是我自己的基深設計 那這個機械感 是非常強的 那有部份地方呢 它做了一個扭空 那原來呢 是很深的 那齒輪呢 搭了兩個齒輪在下面呢 是一個很有 深圓度的感覺 好像是 層次感非常高 我會這樣說 並且是立體感非常高 那IWC呢 亦都是招牌 那它和HUBO呢 我覺得呢 都有這種設計風格 就是 不著重度角處理 反而是透過機械的佈陣 去給你一種美感 就是這種 機械感強 著重 甲板和甲板之間那種 立體3D效果 而將你的注意力 就著重在平面 而不是 放在道角處理 即是傳統的人手 投入那裏 那我覺得呢 這兩種設計風格 就各有好處 那就是 朗格 寶柏那種 是漂亮的 那但是呢 它也做不到這種 那種的 立體 機械感強 一種這麼重 機械性的 甲板切割 和3D效果呢 我覺得 不是很多 傳統的牌子做到的 那 IWC HUBO 那我覺得是不錯的 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